她是来到这个舞台上最特殊的选手 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翻找着垃圾桶 是她唯一让自己活下去的方法 她说从出生开始 就被恐惧和饥饿包围着 她没有家人 像一袋垃圾 被随意地丢弃和遗忘 这个繁华城市没有属于她的地方 她所拥有的只有无尽的孤独 这艰难卑微的生命 却有着一个美丽绚烂的梦 我的梦想就是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 我也想成为其中一部分 有时候梦如烟火般短暂 但没有人可以夺走那最干净的凝望 我们掌声有请 胡凡迪有请 欢迎您 我非常高兴 也很激动 来到事不可挡这么大的正式的舞台 可以让我好好地给大家唱歌 谢谢 今天凡迪要给我们带来歌曲 那他究竟会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来 掌声有请胡凡迪登上舞台 有请 谢谢 谢谢 你好 胡凡迪 老师你们好 刚看小片我可能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我想问问 你确定是靠石荒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石破烂过日子吗 是的 深圳有很多的人在大街上看到过我 也有很多不认识的朋友让我很感动 谢谢 那你 我现在想问的是就是你一直是以这个为生还是说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我二十年前就是九二年的时候老乡带我到山上想帮我找工作 当时是一个同学给了五十块钱给我坐大巴车就花了三十五块钱到山上就只有十五块钱 但是当时很多工作只限召绑地副考的 连进工厂都需要押金自己交不起 所以就断断实实地很能找到工作 后来也做过清洁工洗碗工 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就在马路边大街上睡觉过夜 那今年您多大了呢 我今年是四十多岁 具体是多少岁我也不知道 啊 具体是吗 对 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到一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妈妈呢 不好意思 妈妈在家乡亲戚在那里 在老家 对 对 你自己就是生日他们也都好像母亲可能不记得了 你自己不知道多大岁 多大 因为当时老乡带我出来说找老家 找工作的时候呢 要搞生分账 那个年代在家乡里不需要生分账 去搞生分账的时候 当时那个护考档案上的资料是空白的 工作人员帮我填上说要满十八岁才可以找工作 所以傅凡迪你现在 在深圳就是有点零工 有点工作你就去做 没有的话还靠石荒吗 剪破烂吗 这段时间呢 我们在街上认识了唱歌的那些唱集人朋友 我就去帮他们在街头唱歌 他们也带我回去一起住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谢谢 听你唱歌的人多吗 我不好意思 就是从小虽然自己各方面的不大方便 但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和看书 也是音乐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看书让我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爱看书 爱音乐 对 现在了不起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要给大家唱歌的对吗 对 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可以当上这么好的舞台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如果参加比赛啊或者是演秀 一般都是要年轻漂亮或者是家庭背景很好的人才去参加 我二十年前到公舞厅里面面试过 老师也叫我可以说去那里上班唱歌来 但是自己没有好的衣服 后来就那样就没有过去 嗯 没有关系 谢谢大家对我的广爱 好 傅凡你准备好的话 属于你的一百秒表演时间可以开始了 谢谢大家 有没有一声唱 能让你不觉得我 尝一尝画画画世界原来像梦一场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辣 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 这些年对着多少对你的指心话 什么就心不良 什么痛忘不掉 像前章就不可能会逃亡 朋友别哭 我依然属于森林的对手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有太多盲人实行的坠入 你的苦 我也要当初 不小心 低到的 你疼 con 她也不 Hurricane 其中之一也太棒 謝謝 謝謝現場的每一位朋友 謝謝評伟老師們 我在生活中 就是非常的內向 很自卑 但是只要在唱歌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我 才能夠表達我內心 豐富多彩的世界 你知道嗎 你的眼神特別乾淨 這我的感覺 特別乾淨 清澈 堅持 保持住 真的很可貴 謝謝 富凡丁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說你四十多歲了 不確定你有成家嗎 我還沒有條件 也沒有成家 也沒有談過戀愛 我二十歲 主要對一個姑娘 心裡面很欺慕 但是自己 懺悔自己的條件 會連累了她 朋友幫我介紹以後呢 我也不好意思 再繼續下去 可是我聽說 你在幫朋友 照顧她家裡的人 是吧 是這樣我 非常不好意思 我的夢想是 我一直相信 世界上有很多美麗的東西 我也想成為其中一部分 我希望可以不斷地支援能量 來幫助其他更多 更需要幫助的朋友 說實話 富凡丁 我覺得今天你來了之後 好像我們每一個人 突然之間都安靜下來了 好像也沉靜下來了 特別是你剛剛說的那句話 一直讓我很感動 你說你做夢都沒有想到 有一天會在一個這麼大的舞台上 給大家表演 我剛剛我就在想 這個舞台其實也是 我小時候 當年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但是因為我 經常在這個舞台上習慣了 好像我變得 就覺得理所當然了 可是你今天的這句話 讓我對這個舞台 對這個世界 都充滿了敬畏之心 謝謝 謝謝老師 你是讓我非常敬佩的人 世界上有很多很偉大很高尚的人 我富凡丁都把他們當作是我心靈上的良師医療 包括今天來到現場的每一位朋友 我會永遠記住你們 謝謝 謝謝 吳凡丁 好 謝謝 其實你一直很很客氣 一直在說不好意思 一直在說謝謝大家 但是真的 作為觀眾也好 作為評論也好 我們要謝謝你 你看你 你的生活狀況是這樣 你的人生經歷是這樣 你其實已經受了 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所可能受到的許許多多的苦 但是看看你的模樣 再聽聽你唱的歌 你的歌名叫朋友別哭 你在安慰別人 你想幫助別人 不好意思 沒錯 不是我在誇張 因為這種巨大的反差 你給到我們很大很大的感動 這個舞台 受精神的力量 道德操刑的感染非常重要 但是我想告訴你 你最感染我們的是你的歌聲 因為你非常非常棒 唱得非常好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每一位 謝謝 我聽說你其實還會英文是嗎 我是這樣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是說 方言叫雷舟話 所以 老三代我剛出來 到生長的時候 我都聽不懂 不會說普通話 很想學 但是不懂怎麼學 後來就去圖書館 書店裡面 可以免費看到那些書是 英語的音標 每一個都會有 烤腔結構圖 只要把那個烤腔 手、頭、牙齒 各部位總切了 發出來的音就標準 所以先學會 那個英語的發音以後 再通過英語發音的方法 來學普通話 但是我現在的普通話 都說得不好 不標準 不好意思 那能說英文 你說幾句嗎 我在書上 曾經看過一句這樣的話 就是 You can't improve your past You can improve your future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 改變不了自己的過去 但是可以讓自己的未來 更加美好 我希望可以用這句話來 跟所有的朋友們共勉 不管我們的人生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與措拒 我們一定要堅守 永不放棄 謝謝大家給我這麼大的力量 謝謝 謝謝傅凡迪 恭喜你成功晉級 晉級 謝謝 謝謝 後面好好唱 對 我想給大家唱一首英文歌 就是 一天一點愛戀的英文版 No Way I Can't Hide 那你是 你多大了 我自己也不清楚 應該是40歲左右吧 你自己不清楚自己的年齡 對 OK 你前面說要為我們唱英文歌 對 你能告訴我你是 你是什麼職業嗎 很多年來到現在 我還沒有固定的工作 有時候就去收剪一些報紙 那些東西 換一下錢這樣 那我如果沒理解錯 是不是你是屬於食荒類型的 就是那樣的 對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你手裡抱的是你剛食的嗎 這是我的全部家當 是我的零食 旅行包 已經賠了我四五年了 大家有沒有知道這個意思就是 這位這位人兄站在台上 他是一位食荒者 然後他這個包裡面是他所有的一切 這個包已經跟了他四五年了 然後他現在在這個舞台上 為我們唱一首英文歌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好 開始你的表演 這位如同犀利歌一般的神秘達人 在眾人疑惑的眼神中 鎮定地開始了自己的表演 沒想到一開口 卻瞬間征服了幾乎在場的每個人 這樣一個不休蝙蝠卻一名驚人的選手 究竟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 本周日晚上的賽場上也會為您揭曉答案